本會委員23人 今日出席委員14人 與辦書委員出席 打法定開會比例 會議開始 本次報告案2案 省樣8案 迴避案共有4案 也跟主席及各位委員報告 因為遊客昨天 昨夜有點疏忽 省樣2 直下施定5期 將全部修復及再用計劃案 應該也是回避案 所以今天議程會把省樣2 調整到最後一案報告 省樣6以後 開始再麻煩市府委員迴避 以上報告 謝謝 剛剛各位委員 因為第二案還是許市府要回避 我們就比較算回避案 現在今天有很多會議教堂 才請大家 也可以有回避案比較多 感謝各位 剛剛最近開始進行今天的會議 謝謝各位委員 一切採訪動畫 所以我們也謝謝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好的 我們上次會議紀錄 各位委員 要修正的地方 因為上次的案子還算滿多了 好 若沒有的話 我們就確認 來 我們要記錄 報告案1 丹安區民族時中 周邊排水及校園環境工程 零地質建築農業試驗所赴社區 產業改良廠宿舍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 案件事表現歷史監測保護計劃案 後期公建 基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 案件事項 案件事項 一 看基本府公務局水利工程術 反送計畫 整局一 三年六月七日 邀請文治委員 名副國 由獨立白人等到開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 法案工程不涉及破壞歷史建築之完成 則在其外號或不涉及專染公道之餘 有關歷史建築監測保護計畫 原則修正後通過 請深色單位歷史審查意見糾正 提送修正版計畫書 獲取 二 經典工程部位 郵件公司 於一 三年六月十八日 提送修正版計畫書獲取覆核 新檢視第一委員意見修正完成 本局一 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韓庫監測保護計畫 原則同意審查通過 有關指案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四條部分 據重合審議會報告 這是基地概述 那 黃色的貢獻是學校的大門 紅色的話是這次施工的基地盤 藍色的線是圍牆拆除的範圍 那 紅色的礦線是它們這次 預計了開話的爭取 那 基本上不會射擊文化資產 這是視覺模擬圖 你辦 一 本案件無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四 三案四條 規定有破壞歷史建築自完成 遮蓋其外貌或總涉及關聯通道之旅 你請同意備查 二 請申請單位一備查之報告書 及文化資產建設保護計畫 距離執行 三 本案一 結論辦理後續上 各偶雲對報告案一號 有成案幾乎詢問的部分 那 若沒有的話 本案就同意備查 來 下一案 報告案二 大安區緩生段三小段四七零四七零至一第一號 等兩筆腐地興建工程 零 歷史建築濟南路三段十五號台鐵舊宿舍 鴻林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四條 及歷史建築監測保護計畫案 報警奉獻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四條 看理情形 一 暗系造作建築之事務所埋送計畫 等於一 三年六月六日 邀請文資委員 詹天權 王本創 劉淑英 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 本案工程無涉及破壞歷史建築之完整 則蓋其外號或補測新發展通告之餘 有關歷史建築監測保護計畫 原則修正後通過 申設單位一 審查意見修正 提送修正版計畫出過局 二 造作建築之事務所 於一 三年六月十九日 提送修正版計畫出過局覆核 經顯示業役委員意見修正完成 本局一 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盤覆監測保護計畫 本局原則同意審查通過 有關指案設計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 四條部分 據說本審議會報告 日記概述 視覺模擬圖 歷史建築 濟南部三段十五號台鐵柱塑塞 目前正在進行修復工程 所以 第一 模擬圖上面 目前沒有建築物 這是歷史建築鴻 復德視覺模擬 擬辦 一 本案建築設計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案四條手列 有破壞歷史建築之完整 遵蓋其外號 惡主設計方案 多套之餘 以請同意配查 二 行聲請單位 以配查之報告書 其文化資產建設保護計畫 蓄影執行 三 本案一 結論辦理後序 以上 絕對委員隊報告案二 有沒有什麼要詢問的部分 好 若沒有的話 我們本案一樣同意配查 謝謝 審議案一 中正區 郭寧街市 三號文化資產價值案 一行審議 案有 中正區 郭寧街市 三號文化資產價值案 實習審議 依據文資法 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 普及指定其 廢止審查辦法 一時建築 今天建築登錄 廢止審查 其輔助辦法 辦理其行一 臺灣電力五分有限公司 為辦理本案八層樓建築 奈附圍牆 繼續作為辦公室使用 並公有 土地上定著自建造物 新建玩具 五十年 故一文資法 第十五條 一處分前安心本局 進行維持價值評估 本局一百一十二年七月十二日 九月十二任一文資法第十五條 及第十四條 辦理平資價值評估 會談結論 經本局邀請委員及相關單位 辦理兩次現刊後 綜合委員現刊意見 及本案建築物後續結構補償需求 本局將其中文資價值 審查程序 辦理專案小組會談 辦理其行二 本局一百一十三年五月十九日 邀請王惠軍委員 臺仁德委員 洪建倫委員 李俊良委員 王本壯委員 辦理中正區 多連接七十三號 文資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談 會談檢論 委員一致認為不具文資價值 去宋彭府文資會審理 辦理情形三 專案小組委員 意見在要留下 一 本建築五十八年 取得建築執照為台電設計處 建築客設計 五十九年 取得使用執照 當心混離土建造物 作為辦公室使用 建築規模 分別為八成棟及二成棟 為因應當時辦公需求所建 縣能作為台電公司辦公處 相關規劃因屬使用型 使用型態 其他並於特殊 二 本建築物 例面規劃於大片水泥遮陽平台 燒具特色 但為當時一般常見建築構造與形式 內部造型液有整修 建造物造型 建物造型延長不具特殊建築工具 學設計 缺乏建築史及西塑史之架史 三 其他補充資料 文字架史 補充報告 其他三種線 以上是建物造便利面 八成樓外觀 以上是二成樓附屬外觀 二成樓的內部空間 跟八成樓的內部空間 以及兩種連接的首勞通道 文字架史評估報告 請委員詳三 架史跟興起委員詳三 你辦 引起統一專案小組會堪委員建議 中正區埔領結席十三號 不具文字架史 不指定古希 不登陸立史建築 經驗建築 本案提起的審議會審議一 審議決議案以後續 以上 好 我們這個案子 台電公司 總公司跟營業出的 我開代表還有中文周振雄所 跟他表 他們都不發言 那陳各委員 你要詢問的部分 要表達意見 對你本案 各委員要表達意見 和進步詢問的地方 好 那若沒有話 我們就可以進行投票 謝謝 進行審議案三 直轄市定古基 衡陽路十三號電池 修復期再利用計劃案 一起審議 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二四條 不及修復期再利用 辦法第三條辦理 辦理情形一 本案於112年5月1日 公告指定 條路十三號電池為 直轄市定古基 本案是所有權人 委託和工程建築事事務所 辦理修復期再利用計劃 本局112年11月9日 辦理懲查會 本案已定於113年2月17日 辦理附審會議 本案須於113年4月18日 專心委員書頁審查結論 修正或通過 本案於113年5月17日 集中修正版報告書過程 本案須送文資會審議 本案已於113年1月15日 辦理修復期再利用計劃說明會 這是本案的主機公告 預計圖 本案是衡陽錄十三號 這次四連動的 解無另外的111517 凶災入計劃已經通過 這次本案要報告的標的 本案提起本審議會審查 並應審查決議辦理後續 接續請建築事報告 請由何公盛建築事實務所跟趙明成先生文來列審 請何公盛建築事來進行報告 主席各位好 我是何公盛建築事 我可以跟周金來報告 請下一頁 本案是去年5月要公告的指揚士林古基 本案是草木13號 在第四種商業區 基地平均大概91萬公尺 因為樓梁平均大概227萬公尺 本案是座落在草木的北側 這個基地的位置下頁 這是它的空照圖 周邊都還是地埃德里的地方 然後周邊的房子 左右的房子都已經指定為基地下頁 那這是它的那個 早期的日本日據時代初期的一個地圖 本案是在那個台北城的 在中心的位置 然後在那個下頁 那這是那個1915年的那個舊照片 我們以照舊照片 很多的它的那個外觀的地方 都有那個相同的地方 所以我們看到 依據舊照片跟相當的史料 我們考證它的那個年代 在1915年下頁 這是相關的那個騰本 最早的那個 日據時代早期的那個土地所有權 那就是 這是它的那個相關所有權的一些資料 那到了1939年的時候 那才是有國端主要來接收 那到了那個 到了美國那個1943年的時候 他是有孫性的人來接收 想念 這是那個日據時代主要的所有權 中村新增柱 那它成立的那個中村商店 是在日本時代 那個比較 算是很早的那個 桌子 紙箱 紙函的一個公司 下一頁 這是它的相關的一些資料的一些成果 下一頁 這是那個在戰後之後 那個村姓的那個索學人 他們在這邊成立的是那個 主要是有心體育用物店的一個行業 對一些記錄 這是那個 這是那個 他跟隔壁衡陽路11號電路 他在英國39年合併 4年那個分割之前 他們其實同一同房屋的一些 史料的一些證明 就是說他跟衡陽路11號 在日據時代之前 他事實上是登記在同一個 那個訪問的一個狀況 下一頁 是 那這是那個 它未來 它現況的一個空間隔絮 那紅色部分是產權的部分 下一頁 那這是它的現況裡面 我們還是有見到這一棟 那隔壁就是它 隔壁衡陽路11號的斧肌 下一頁 但是它現在還保留了一些 木構架的一些狀況 下一頁 這是一些我們找到了相關的一些舊照片 可以參考裡面修復的一些什麼 要修造 下一頁 這是我們修復後的那個 跟衡陽路11號共同修復之後的一個 一面的模 下一頁 這是未來再利用 原則上就是我們遵照那個 現在登本登記的範圍 然後做那個空間的一些修復 下一頁 這是未來的產業的進駐規劃 原則上我們就尊重它曾經在這邊發生過的產業 這些包括用品店或是紙箱紙模的製造 我們把它延伸做為一些紙質的藝術品 或者是塑化液這類的行業 可以優先來進駐使用產業 請大家這件事辛苦也知道 謝謝 好 謝謝何建築師 請問一下在場文你們要詢問的部分 或是有要指教 好 文都沒有了 應該都 好 謝謝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一樣 就本案就開始進行扣票 那頭照同時呢 先顧一下宣案1的結果 宣案1 中正區公園 本案2的經濟系3號花紙感價值案 先對於是命同級的部分 本案5園總人數23人 回遍數0人出席文17人 與辦數文出席 初席文0人同意17人不同意 同人數位達出席文過辦數 不辦決議不同意 指定文 指下施例同級 有關於歷史建築的部分 初席文1人同意16人不同意 同人數位達出席文過辦數 顧本案决于不同意登陆为历史建筑 关于纪念建筑的部分 出席文凌人同意 17人不同意 同意人数未达出席文的过半数 顧本决于不同意登陆为纪念建筑 旁边进行案4的部分 审案4 直辖市立古籍农甲新乡中 修复其载动计划案提新审议 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24条 古籍修复其载动计办法第13条案例 办理行则第一蒙甲新商公司 74年8月10周一期定位 及管理单位为蒙甲新商公管理委员会 本案是由不公開新商公管理委员会 稳托东云不同意义系列有限公司 办理股基修复移植 农机以防相关事宜 需由东云共产委托中国科技大学 办理修复集再利用计划 本局于112年12月19日 邀请李前浪委员 理副国委员 理会成委员 刘淑英委员 以及理文亮委员 召开审查会议 会议结论院 修正后复审 第三 中国科技大学113年2月29日 其中修整版计划 本局113年4月8日 再邀请理副国委员 林会成委员 刘淑英委员 刘淑英委员 李文良委员 以及常委委员 召开副成会议 会议结论院委员 立揭修正后 113年5月3日前 其中修正版新划 过局办理书院正常 后续修正二版 三版 还是经由委员书院正常 修正四版本局 复合 市中的审议或审议 本案贴于113年1月30日 办理书委员 以下为公告文件 以下为公告的母纪新册 以下为本案照片 那这是在修复起灾利用计划 里面金融建筑师调查的 古籍本体附属设施 灾利用必要设施等点集 经过远参考 比办 本案提醒了 审议会审议律 使命决议版 以后续 那接下来有建筑师报告 本案的部分 是有做科技大学院部分检报 谢谢 主席 主席 主席各位人 大家好 我送我会看的 今天代表现代工的管理工会 还会各位做这次 熟灾利用计划的 不成果的检报 那金山工是在1985年置定的 那在过程中间 主要是在2001年的时候 有徐一剑老师 他有做了第一次的调查研究 那后续 由皇帝化建筑师进行整体的 修复设计 包含整个修复的工作 那在2013年的时候 曾经有遭受到火灾 在那同时也是由皇帝化建筑师事务所 负责这一次的火灾灾后的一个修复的工作 那这一次整个的计划 主要是根据新版的免资法 那针对于在他当时 日日时期所见的情形 还有一些文物呢 有做的一些基本的野色 那包含整个青山工里面 没有特别提到文化战价值领布的部分 重新的去做一些 的据据 那另外呢 还有和青山工相关的一些 子地产的一些 灯宅和华涵的一些 一些祭祀活动和青山工的关系呢 在这一次都有做了一些的影响 那损害的部分呢 就是按照现况呢 去做一些 整个损害的一些调查 那在旧版的文字法里面 没有特别提到文化战价值领布的部分 那在这一次呢 也一次的去 重新的去做一些補充 那原来的公告呢 当时的公告 资拉时代1号呢 是在执行团二小段的233D号 那 那这个是 现在登载的一个 定做组织地范围 但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 管理有的希望呢 在登载人体234D号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把整个他的范围 再做一次移清 那当时的指定理由 是有具有保存价值 所以在这次的工作里面呢 我们把他的文化战价值 根据武之法及 武基指定理配置办法呢 去做一些描述 那这个是他的基本的登记资料 那整个建筑物呢 其实在民国67年的时候呢 有重新做了一次登记 所以现在的指定的这个状况呢 主要是根据国67年的这个登记呢 去做指定的 那整个蒙甲的发展 那比较特殊的是蒙甲 那些全州人的巨肉 那全州人呢 主要分成大概有三亿 铜鞍安息等等 那各个族群的移民呢 都有他们自己的守护神 和一些带广 包含了龙山寺城 和组织寺庙 等等的这些庙 那青山洞比较特殊的是呢 他并不是像 呃 当初 呃 移民呢 来到台湾的时候呢 然后西带家里面的 呃 家乡的守护神 然后到新居庭人来 来祭祀 那他比较特殊的 他是因为 咸丰时期呢 发生了瘟疫 所以呢 所以呢 慧安的移民呢 特別哦 再去请 从慧安的那个 这个青山洞主庙再去请 呃 那来台之后呢 当疫情平定之后呢 呃 原来可能要再把 青山洞 呃 再请回慧安 但当时呢 呃 青山洞主庙说他要留下来 所以 他的整个 呃 建庙的这个过程呢 和一般移民 从那个 呃原箱 膝带守护城的概念 比较不一样 他比较像是一个 任务型的一个 呃 这样子的方式 那整个庙地呢 因为原来他只是呃 请来 或呃 平定这样子的瘟疫 所以原来的这个庙婴呢 其实只是在空地这一边 然后兴建的一个 临时安置的一个小祠堂 那 确定呢 你看中文要留下来的时候呢 才开始 呃 新建的一个庙婴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庙堤 大概是在昭和时期的时候 昭和时期的时候重建 那中间陆陆续续呢 有一些那个 鼓壁的一些 呃 增加 然后有在 新建后变等等 那 现在看到的后变 原来 大概在 呃 昭和时期的时候 就已经有后变 但民国66年的时候 因为使用的关系呢 他又在重建 这样子呢 对我们 看 呃 呃 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层楼的样子 那 那 原案中央除了祭祀呢 所以一般的祭祀活动以外呢 而比较特殊的是 现在呢 很重要的一个 呃 光华的一个 呃 大热闹 就是暗房跟绕镜 那这一次呢 你的工作里面呢 也把他整个 绕镜的路线 再重新做起 但是这个绕镜的路线呢 每年是会有一些更动 不过 绕镜的这个范围 镜的这个范围 基本上 没有太大的更动 但是每年 会有一些 呃 路线 顺序的一些 维缴 那当然 金山东的案房 也已经是 被指定为无形的文化资产 那整个建筑物呢 在本体的部分 哦 就是刚才实在的本体呢 大概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 正殿 天井 山川殿園 等等这样子的位置 那后边呢 是在六层楼的时候 能重建的 那 在整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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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棟六层楼的建筑 那因为这棟房子呢 目前还是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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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安青山王主廟 其實也本來就是王毅順習意的一個場所 我們可以從這邊的幕後 非常清楚地可以反映 慧安系統的風格 這個是我們這一次調查到的 然後包含我們也去核對了童子廟的早景 還有包含王毅順的一些手稿 他們那些在構材細部單年的特徵裡面 基本上都是相符合的 所以在整個建築特徵的部分 包含我們剛剛提到的木座 是王世南比較負責設計的 那實座的部分 雖然謝萬來 謝達毅等等的這一些 將師目前沒有辦法找到比較詳細的他的師承的武器 但是比較有趣的是 他們會列在原來青山公主的一些工會的這樣子的一個社團 名字都全部有列在上面 這個後面會再提到 那在彩繪的部分 在77年到78年 由劉家正負責主持 那著實3年到95年的修復 也是由劉家正的朝鮮文共同來負責 那謝泡劉純的膠紙燒大概是彭坤扶作的 那在後續的修復由林在新年來負責 所以基本上整個建築物的各種工手的這種做法 都可以明顯的反映出這些台灣自帶給這些教室的一些補習 那整個結構安全在今晚的修復裡面 基本上目前看起來沒有明顯的一些破壞 大概在我們之前的修復已經達到一定的成果 那比較明顯的一些破壞就是因為新山東的本體的這個部分 它和兩側的辦公室跟林房距離非常非常的接近 所以整個室內的潮汐破壞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可能這個要能夠根治的話 可能必須要和左六的林房去做一些整合 才才可能有機會 因為兩天林房跟本體之間的那個間隔大概不到20公分而已 那整個文化自然的價值 第一個歷史價值主要它是反映整個宏甲地區的社會發展 還有它很重要的撫慰明星的功能 一直到從行動時期迎來之後到後來的日治時期 一直都是這一天這個區域 就是針對於瘟疫啊 流血病啊等等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信仰中心 在藝術價值的部分剛剛提到的幾位 將師都是在台灣近代裡面 大概都有非常代表性的一些各工種的這些將師 那整個青山宮除了它的建築跟特徵 還有它的信仰的意義之外 在配合上它現在的無形的這樣的暗訪 繞進的那個這樣的過程 那包含它後續做了一些轉型 再由於那個信仰的這樣的學推 我覺得它的這樣子的一個價值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在整個無機指定的範圍裡面 我們建議還是維持於在233第一號 那234第一號這一棟應該是通常共有的 現在在這個部分 可能如果把它類進去整棟那些方式 可能後續會有一些行動程序上面 會比較尷尬的一個部分 那附屬設施我們建議後備的這個部分 雖然它是能有一個簡單重建的 但是因為它整個的信仰的運作 還有包含它無形的 就是跟它提到的暗訪 繞進等等的這樣子的工作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支持系統 包含它除了機師之外 還有一些行政事務 還有一些教育宣布的一些功能 我們建議把它列為附屬的設施 那整個定做土地的範圍 目前舒穆凱斯建議維持是它233第一號的 這樣子的一個範圍 那這是我們針對武基公告的一個修正建議 那主要的部分是在於把它的指定理由 當然可以譬如它的歷史的價值 藝術的價值 還有它和整個近代建築物的 近代建築的這些價值的這些藝術 我覺得這個是它可以反映的一些 文化的價值 那整個在歷用的部分 因為它現況本來就是做了一個 廟宇的記事來使用 那現況在它左側這邊的辦公室 雖然它不是土地的本體 也不在於土地的定流的一範圍內 但是現在的一些在歷用 包含他們一些行政事務 還有他們的教育宣布的部分 我們建議是移到辦公室這一邊去做處理 然後讓整個本體的部分能維持一個 祭祀的一個功能 那尤其是在後續可能會牽涉到的 義務計畫的一個部分 這個辦公室雖然它不在於 不在於土地範圍內 但是它的針對整個無障礙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設施設備等等 可能還是必須要由這個辦公室來負責支持 所以整個的老存標的 公室還是以它的233D號的這些包含的補金本體 跟它的後面的這樣子為主 那後續長期的規劃 那清探宮的管理委員會現在也非常積極的在修理 就是希望能夠去整合旁邊234跟230 這兩棟的房子 希望能夠和他們一起做一些整合 但目前能夠持續在進行中 那清探宮的管理委員會這邊是期待 包含2、3期間後來購入了這個停車檔的部分 後續可以整體的做一些比較完整的一些規劃 才能夠去解決掉它現在那個潮汐問題 比較有重的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所以整個的修復原則呢 我們希望三串電、過水梁、震電等等這個部分 就按照現況檔去做修復 那在後墊的部分 它本來就是在修建的時候已經有了 然後在他指定的時候也是一個這樣子的面貌 我們建議就是維持它的一個量體 然後繼續作為知識 整個秦山宮廟屋運作 跟它的整個即時的一個附屬的設施 那用現代科技工法 我們剛剛提到的主要就是一些 潮汽的破壞的這些部分 那另外西側的辦公室 雖然它沒有在這一次的在利用必要設施 或者是定格的一範圍裡面 但是它其實是一個包含在無障礙 包含在公共安全、消防安全等等 很重要的一個支持和投資 所以整體的規劃應該也要 也要把辦公室也一起納入 我們在這次的報告裡面也有去指認 它各個部分的一些價值 然後還有它的虛擬的修復方式 包含一些比較細節的包含的彩繪 焦紙燒等等的一些修復原則 我們在我們報告裡面都會說明 那整個修復工程的概算 大概是需要5,500萬左右 那比較重要的部分 當然就是一些細節的 這些裝飾的構材 跟一些清理的一些工作 那還有一些我們建議在這次的研究裡面 大概非屬於武器修護衣在利用計畫 但是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在這次研究裡面 我們發現青山宮的子弟團 這些我們俗稱正統的這些 他們其實是獨立運作 不互相隸屬的 而且他們只為青山宮而服務 他們不是對外的營利的 所以他們和這些子弟團 和青山宮的這個關係 在台灣的這些廟民來說 相對是一個比較特殊的 那我們從這些子弟團 然後包含這些宣社等等的 他們留下來的這些資料 包含我們可以在右側的這幾張照片裡面可以看到的 它有一點點類似像是職業工會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去組成的這樣子的一個社團 這些社團裡面其實有非常多就是在近代 這些傳統建築的這些匠師 包含了木座 石座等等的這些 這個也可能是後續對於整個台灣近代的 這些匠師的系統的發展 還有他們和整個信仰 和移民互相之間的關係 這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資料 這個也期待 後續如果有集合 讓他們可以持續的去做一些深化的研究 以上是我們這次工作的成分 進行各位各位的指針 好 謝謝中國科大的說明 那再來有沒有人要詢問的部分 對於很愛 先生 更為自由的問題 328葉跟3308葉 都是340葉 他演算化的那個結論 因為你現在有前線的問題 那前面是說 3308月是說 要原理適切的修復或去防止 那麼在340月這邊 就個人結果這邊就是說 結果修復穩定 結果修復穩定 因為我們建議一個是要原理適切 所以這個文字在文字上 再把它更清楚一點 來修復 我就建議還是要做呈現的問題 還是要一比一個主要的方案 就比較恰恰 一段報告 他現在後來要詢問的部分 等一下再一併回 是 來 請趙宇 好 那個中國科大這邊 在嚴格的部分 其實六頁 其實有一塊很重要的匾 這個匾最後幾個字裡面其實有提到 就是姓氏徐毅林重修 這個重修其實是在 就是如果按照前面嚴格的說明的話 大概是在創廟之後10年所做的這件事情 不過現在同志年間的這件事情 並沒有被比較明確的指認 所以目前看起來嚴格的部分 清代的這個部分幾乎只有創建廟宇 然後接著就到了我們日本時代的重修 麻煩根據76頁的這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就是徐毅林重修 重修這兩個字 再麻煩整理一下 因為目前把它把這一年的時間 認為那個以達成修這一塊匾 是因為當時候旱災之後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兩件事情其實有蠻大的落差 這個部分再請團隊補充說明一下 第二個建議是你們在嚴格的這個部分 其實有放了日本時代整修的這個報紙 我覺得這個資訊其實非常重要 30頁上面的這一個部分 這個資訊其實講了有關土地的這個幾乎 就是當時候你們其實文章裡面 29頁其實有提到陳祺春 那個廟跟陳祺春滿後面的這個土地 那這個會不會麻煩你們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在那個後面的那一段裡面 其實有描述到那個 彎池段三小段118 1 2 3的這個地 麻煩你們補充一下那個土地所有權人的狀態 為什麼這樣子講 因為在那個30頁上面的這個 這個台灣日新報的說明裡面 其實有提到建築嚴格 就原來的清代的廟 是在原來的前面的這個土地 就是124跟125土地上 然後後來他做了兩件事情 就是先把那個前廟先拆掉蓋戲台 接著再把後鏡拆掉蓋正殿 麻煩你們把這個內容變成是非常重要的 那個建築的這個資訊 那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 從前面戲台到本店 那因為這個時間點 基本上之後接的就是 遭到年間的這個 這個新建的這個工程 那麻煩團隊 針對這個文件部分 麻煩再補充一下 就是以上兩個意見 請針對清代建築的嚴格 跟原有的這個廟的這個訊息 再補充說明一下 張介怡 好 謝謝商委員 再次我們一下我們要詢問的部分 或是老師教的部分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請做柯大師 對於梁惠惠的詢問禁答覆 謝謝梁惠惠的指教 我們那個第一個結構的這個部分 那個文字的描述 會再去做一些修正 因為事前他的地底有一些呈現 尤其是在他的那個 拜殿的部分 但是他其實後續有做過一些修復 那我們這一次 經過這一次的調查 那個大概都能夠維持 當時修復之後的一個情況 所以目前出入看斷的他是安全的 那比較有一些細節的一些 就是他的政變的大通的部分 有一些扭曲的現象 那目前看起來 那個和之前修復完成之後的面貌 也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我特別提到 他後續可能需要做一些 比較長期的監測 看他有沒有再有持續的一些破壞 那這些有一些部分 我們拿出得不清楚的部分 我們會再做一些修正 那謝謝張元的那個指教 就是因為清淡的這些資料 目前我們都拿到的書面上比較少 那也是老師的提醒 我們會再把文字上面 有一些落款的年份 再加上報紙的這些部分 我們會再整個綜藝起來